远嫁的女儿最近有点怪 她开心的怀孕了 又开心的打掉了 说可以多过二人世界 她开心的说春节回来看我 又开心的说不回了 舍不得和老公分开 她总是笑得很幸福 可我发现 视频里的她 腿一动不动 柱看到这篇文的宝子升学考试都上岸 流年大急发大财 动动手指点赞关注助力喵喵更新 女儿和我说她春节不回来看我时 一脸幸福 她说文松春节要加班走不开 又黏住她 她舍不得留下她一个人 所以这个春节就不回娘家了 女婿郭文松则一脸憨厚的 在视频里跟我道歉 我笑说年轻人事业所需 妈能理解 我笑得云淡风轻 郭文松顿时长舒一口气 她不知道我手心里全是汗 视频里的女儿容光焕发 华美的衣服 精致的妆容 无不彰显着她背后有一个爱她的老公 可我看到我活泼好动的女儿 视频全程 腿纹丝不动 我说春节要去S试试 儿子笑说 妈你是担心姐夫对姐姐不好吗 全天下的男人都可能是坏蛋 唯有姐夫不会 难怪儿子这样说 郭文松样子极其憨厚老实 当初 女儿大学毕业要远嫁到S试试 我是坚决反对的 可是郭文松剃泪满面 在我面前跪了两次 求我成全 这让我更不敢把女儿嫁过去了 违达目的就下跪的男人 他若狠起来 应该是比一般人更狠的 女儿是一直放在我心肩肩上养大的小软团子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受了委屈怎么办呢 可女儿被他的两跪感动得神志全无 非他不嫁 他说 妈妈 我一定会过得幸福的 你只要祝福我就好了 女儿嫁过去快一年了 他一直告诉我他很幸福 儿子还在笑我瞎操心 我说 是我想你姐姐了 他流产 也不让我过去看看 儿子挠下脑袋说 也是 我们好久没见姐姐了 都没人和我吵架了 我们一起去吧 儿子是女儿捡回来的气 所以和姐姐感情格外好 去S试 事先没告诉女儿 我和儿子就住在他家小区旁边的酒店 一大早 我全身包裹岩石的坐在他们家楼下的长椅上 该上班的时间 女儿没有出现 郭文松一人离开了 该下班的时间 女儿也没有出现 郭文松一人回来了 我发微信问女儿在干什么 他说上了一天班很累 文松请他去吃牛排 就不多聊了 我就在这长椅上坐着 我有无数关于恶的想象 却都不及接下去这一刻 这么追心刺骨 头顶突然一声怒骂乍响 你个臭婊子 今天又想哪个野男人了 路过的两个人抬头看了一眼 停住脚步开始聊了 看来他们是女儿的邻居 经常见这种场面 也经常这样聊着 二楼的又要打媳妇了 嘖嘖 那可真是可怜啊 那么好的媳妇天天挨揍 上次双腿都打折了 不知道长好了没有 我使劲控制住 自己发抖的嘴唇问道 腿打折了 那么严重 怎么不报警啊 谁敢报警 那男的说那女的敢报警 就灭了他全家 那男的家也有点势力 谁敢惹 那女的就不反抗了 反抗了 可惨了 从二楼跳下来 怀的孩子都摔掉了 可怜那女的也没个娘家人 那男的全家都不是东西 老少一起欺负他 为什么欺负他呀 我颤声问道 哎 我听说是他公公对他不轨 而媳妇不从 被他婆婆和老公知道后 他公公就非说是他勾引他的 全家一起虐待这个媳妇 邻居毫不掩饰地讲着 带着某种愤怒 我嘴里浸出了血腥味 我听着楼上不堪入耳的辱骂 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我的小卵团子 妈妈来救你了 你所遭受的折磨 我必将百倍奉还 楼上 原本只有男人的咆哮 一直没出生的女儿 突然哭了出来道 是我妈的电话 你让我接一下电话再揍我 别让她怀疑了 怀疑能怎么样 她一个弱鸡有个求用 臭婊子养的臭婊子 你俩甚至一起去卖过 每一个字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字 都出自那个一副老师 憨厚母样的人的口中 电话接通瞬间 我很想问一下 我的小卵团子痛不痛 可是听筒里 女儿笑着说 妈 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有事就快说吧 文松正给我牵牛排呢 我咬牙说 好 那你好好吃吧 郭文松突然说 妈 你声音怎么有点不对劲 我说 只是有点想萱萱了 郭文松道 妈 对不起哈 工程一结束 我就和萱萱一起去看你老人家 她想哄我 看来她还知道害怕 他们一家有头有脸 虽然骨子里瞧不起我们无权无视 可我作为岳母 从没做过什么让人不尊重的事 她也不敢随便和我撕破脸 我便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叹口气说 还好你对萱萱好 我就放心了 不像萱萱她爸爸 家暴 出轨 还嘲笑我像个若鸡没求用 拿她没办法 我不想萱萱成为没爹的孩子 就一直忍 一直忍 到最后还是没忍住 郭文松结结巴巴道 没没没忍住 神 神 什么意思 你杀了萱萱的爸爸 我诡异笑了一声道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呗 我一气之下 切了她下边 又砍断她上边 看她平时凶神恶煞的 那那你怎么 没没被判死刑 郭文松哆哆嗦嗦的说着 话都快连不成句了 脑肿 这就怕了 我故作不在意道 啊 我有精神病呀 见些似的 被她爸自己发病的 我一点责任不用承担 不过你不用担心 妈我现在已经康复了 好好 康复就好 那妈我先挂电话了 萱萱着急吃牛排 我笑着说 好 她爸爸原来也喜欢给我切牛排 不过那刀工 还是不如我 楼上终于安静下来了 落雪了 我的小软团子 至少在这个血液 不用再挨揍了吧 我在长椅上 一直坐到凌晨 我比任何时候都心疼 也比任何时候都痛恨自己 当初女儿离开时 我气得说了狠话 你过得不好 也不要回来找我 可我的小软团子 你就真的不找妈妈吗 你不知道 在这世上 你比妈妈的命还重要吗 当初 我知道自己不能有孩子时 万念俱灰 曾想着一辈子就量混过去吧 直到我遇到了你 你那么小小一个 躺在墙堡里 顶着阴暗后向的寒风 冲我笑着 你是我生活中最明媚的阳光啊 竟然有人敢折辱你 那他 真是死有余辜 儿子找过来 问我 为什么不让他跟姐姐姐夫联系 为什么不回酒店 我对他说 楠楠 如果妈妈不在了 你记得要保护好姐姐呀 你还记得你姐姐为了保护你 拎根棍子 就跟一群男的打吗 他不是不害怕 他是更爱你 妈 你都知道 姐姐这样飘悍了 谁敢欺负他 让他保护我还差不多 我叹了口气到 他现在远嫁了 失了底气 而且你和我就都是他的软肋 人啊 被人拿捏了软肋 就没有了胆量了 儿子探寻的看向我 我说 回吧 回到酒店 我洗了个澡 我知道这是我人生中 最后一刻全然是干净的了 第二天一早 我又去到了女儿家楼下 朔风呼啸 大雪纷飞 四处白茫茫的一片 想起女儿第一次见到雪时 激动的又跳又笑 她在雪地里打滚 说她以后就要嫁到有雪的地方 她如愿了 可是 我好后悔没有提醒她 白雪覆盖下的 往往是乌糟的垃圾汇土 落雪时月圣洁美丽 雪化时就月无悔不堪 她太善良了 我不忍心告诉她 这世间的险乐 天还没全亮 正是北方冬天最冷的时候 女儿公公婆婆现身了 她俩急急上楼 休养良好的面庞上 有着藏不住的音质 一会儿功夫 楼上又响起了怒骂声 你个贱人 你个小婊子 你个杀人犯的女儿 还立什么贞结牌坊 这是郭文松爸爸的声音 你他妈的敢骗我 你个杀人犯的女儿 你个精神病 这是郭文松的声音 我就看他不是个好东西 偏你俩鬼迷心窍 这是郭文松妈妈的声音 可就是这些人 一年前千里迢迢来我家求娶我女儿 他们是那么斯文有理 言行举止处处显示着教养良好 他妈温温柔柔的拉着我的手道 玄玄妈妈 我没有女儿 一直都想要个小棉袄 我一定会把玄玄当自己亲女儿的 若是文松敢欺负她 我第一个就不饶她 我冷冷回问 怎么个不饶法呢 他们全家尬住了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 我会这样问 也根本没想过 要不饶自己儿子 可是我静静等着他们回答 半天 他妈妈说 若儿子做错 任打任骂 我笑笑的说 任杀任寡段子绝孙吧 他们心里 这不过是句狠话 而我心里 这就是诺言 所以 我的小软团子 我的小萱萱 你要记得依靠妈妈啊 妈妈永远永远都会护着你的 楼上又是一片喧嚣 两个出门买豆浆油条的邻居 抬头看了一眼 再摇了摇头 看来他们都是见怪不怪了 我的小软团子 我的小萱萱 你是受了多少虐啊 让邻居听了 都习以为常呢 你是怎么 还能在我面前笑呢 从二楼跳下来时 你是想死 还是想逃呢 孩子没有的时候 你痛不痛呢 想起你当时 告诉我怀孕时候的喜悦 你是以为 怀孕能从虐待中解脱吧 昨天听邻居说 二楼那个可怜的媳妇 一开始怀孕时 他老公对他好了点 可是 他公公过来送了一次机后 他老公就又开始打他了 而且打得格外狠 变本加厉的 这是个高档小区 住户看起来都挺文明 可几乎全小区的人 都听到过他的咆哮 臭婊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究竟该叫弟弟还是儿子 有看不过去的邻居 匿名报警了 可是警察来时 那个可怜的小媳妇 什么也不敢说 感觉那个小媳妇 被他老公一家拖了 楼上又传来叫骂 混合着物品破碎的声音 尖锐刺耳 我的心 好痛 痛到喘不过气来 我出神的看着那扇窗户 心道 好啊 好啊 多好的一家人啊 我发点善心 让你们在春节前 一家人团团圆圆 整整齐齐的上路吧 从头到尾 我的小卵团子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真想现在就抱抱他 问他是不是害怕了 可是时机还稍稍有点早 非A式的航班 还有段时间 不过 别怕 我的乖女儿 再忍一下下 妈妈给他们的新年大礼 就要到了 我看到送货小哥 已经上楼了 现在他们应该收到了 因为辱骂声突然止住了 接着楼上传来惊恐的尖叫 这声音 悦耳 会叫就多叫会儿吧 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叫了 我掏出手机 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玄玄 妈妈送了个狗头给你 你看看这个狗头 熟悉不 就是高中时 咬过你的那条狗 让它活到现在 是妈不对 过年了 这种恶狗不配过春节 就把它宰了 狗头肉超级好吃 好东西 不能就留给你老公一人啊 记着孝敬 给你公公婆婆呀 我知道他们一家人 肯定会按免提的 所以我说的平和 我第一次听到了 我小卵团子的声音 妈妈 谢谢你 还有 你别总挂着我 我很好 你别来 我说了声 好 从容挂掉了电话 女儿知道我要来了 善良的她还在担心我 所以隐晦地劝我不要过来 应该从我说她爸爸的时候 她就猜到我要来了 她是我捡来的孩子 她的人生中根本就没有爸爸 我们一家三口 拼尽全力那么多年 才过得像个样子 却被孤狗一家 不到一年全给毁了 雪偏然落下 我坐在长椅上 静静地伸出手 雪花无声融化在我掌心里 仿佛不曾存在过 这世上 有些人本就不该存在 一会儿功夫 郭文松一家三口 都拿着公文包 急匆匆地出去了 看来是要赶去上班了 他们面色惊恐而凝重 我看了一眼手表 飞去A式的航班 还有两个小时 我又等了一个小时 才上了楼 暗响门铃 却半天无人开门 我知道女儿就在里面 我又打了女儿的电话 竟然是郭文松接的 她故作诧然道 妈 我不小心带错了萱萱的电话 我说 没关系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刚才忘记跟她说 吃狗肉不能喝茶 郭文松说 好的妈 我回头告诉她 挂了电话 我顿时心急如焚 他们千房万房 女儿单独跟我联系 看来女儿的情况 比想象的还糟糕 我让楠楠高价去找了个开锁匠 一分钟内能开锁的那种 因为我远远看到 女儿家门口装着摄像头 郭家三口 从单位返回来的时间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 所以留给我带走女儿的时间 最多半小时 锁匠开完锁就走了 我打开门 扑鼻而来一股臭味 我喊道 萱萱 萱萱 妈妈来了 忽然一个房间传来了压抑的哭声道 妈 你快走 晚一点你也跑不掉的 我寻声跑过去 门锁着 打不开 我对楠楠说 踹 二十岁的小伙子 两脚就踹开了木门 眼前的情景 气得我血脉分张 女儿坐在地上 两脚被大铁链 紧紧固定在床腿上 她手能够到的范围内 放着一瓶水 一块馒头 地上还有女儿的大小便 女儿看向我着急道 妈妈 你快跑啊 这一家人都是变态呀 全房间都有监控 这个是都是他们的视力范围 我扑过去抱着她安抚道 女儿啊 别担心 要说变态 谁能跟妈妈比呢 那铁链很是牢固 开锁将刚走不远 又被叫回来了 她被眼前的凄惨情况惊呆了 哆哆嗦嗦 开了锁 其实我也能打开那把锁 把床腿抬起来就可以 但是我需要更多的证人 楠楠哭着喊 姐姐姐姐 喊了两声 猛地冲到厨房去找刀 满眼通红嚎叫道 他妈的 我去剁了那三个狗砸碎 我冷静地拽住他道 那便宜了他们 屁妈的 你快去把监控找出来 考出来 儿子学计算机专业 书房很快传来他的惊叫 电脑里不仅有女儿受虐待的证据 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可太好了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看来上天都在帮我们 我过的车也已经到了楼下 我让楠楠立即把姐姐带走 他俩还在担心我 不肯先走 我笑说 你们忘记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相信妈妈 我收拾他们都不需要出了这间屋子 我以前 是A是最出名的会所领班 黑到白到都遇到过 也都躺得平安的溜 我是为了他们两个 才离开会所 修心养性 成了规规矩矩的母亲的 而今天 为了他们 我又要重操就业了 楠楠背着姐姐走了 我找到一把锤子 砸开婚纱照相框 小心翼翼撕掉女儿的那一半 满屋贵重东西 看着急不顺眼 我顺手帮他们砸了几锤 有点累 就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剩下的 让他们自己砸吧 刚坐下 郭家三人就冲进来了 一看这场面 他们就知道 自己坐得扼瞒不住了 可是他们没有一点悔意 也没有一点拒意 郭文松他妈叫骂道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遇到个精神病亲家 这年还能不能过了 他竟然还想着怎么过年 我淡淡回道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年是给人过的 就凭你们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也配过年吗 郭文松一家三口 一起冲过来想动手 我一副鱼死网拓的样子道 来来来 正好我有心脏病 你们快动手吧 他们三个一时愣住了 他们小声嘀咕了一下道 你快滚 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嘖嘖 有身份的人 也有投鼠忌气的时候 横得怕不要命的 我真死在他们家 他们还是顾忌的 看我不为所动 他们信心满满的叫来警察 可他们不知道我也想找警察 没有比警察更好的证人 证明我干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警察到了 确认财务损坏是我干的 就要带走我 我坐在沙发上不动 反问警察 我正在帮女儿家装修 你们依据什么要带我走 郭文松说 我们家什么时候要装修 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警官说 李女士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轻松一笑 慢慢道 女婿 你确定真的不要装修吗 一盘红叶文件家里 可是有你家要装修的文件啊 我每说一个字 郭文松的脸色就变一变 当我说出红叶二字 他和他爸的脸色都变了 郭文松立即跟警察说 不好意思 警官 我真搞错了 我老婆应该是跟岳母说了 要装修 我没搞清楚 我道 对错不是空口白牙 说了就算吧 好女婿 你要是真实装修 那就亲自把这房间 电器家具这些砸得干净吧 不然 好像你是在耍警官玩 郭文松红了脸 却不动手 我不音不扬道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万美元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万美元 亲家原来是喜欢漂亮国的吉祥数字啊 这些 都是郭文松记载的一些 他亲爹的社会数额 郭文松和他爸一听 目自欲裂 心虚的一起拿起工具 开始打杂 他妈在旁边哭天喊地 警官看了一会就走了 我还坐在沙发上 那父子俩都不敢动 他无知的母亲冲过来要揍我 我无限怜悯的看着他 对那两个男人说 怎么办 要我动手吗 郭文松赶紧上去拦他妈 他哪拦得住 他妈跟疯了一样 叫嚣着要撕了我 郭文松他爸急了 一个巴掌扇过去 那保养得体的细嫩脸皮 眼瞅着就肿了起来 他妈捂着脸愣住了 你打我 你为了那个贱人打我 你被小的迷了眼 他妈你他妈的也上了 他妈好像已经有点神志不清 语无伦次了 那去精神病院也不算冤枉吧 我瞟了一眼郭文松他爸 得了权势的老男人 被人捧惯了 一身油腻 却还是朴信自己 最有魅力的恶心样 我朝他脸催了口唾沫 对着他妈道 救他 还想上我 他都不如一条狗 他爸满脸通红 不敢说一个字 红叶是他的命门 是能让他丢关械植 去采缝纫机的命门 可是他老婆不知道 还在那里捂着脸 七七彻彻的哭着 我吼道 闭嘴 听了就心烦 就你拿他当宝 你是涂他老 涂他人操 还是涂他不洗澡 好歹你也是大院里长大的 怎么就被这么个凤凰男 给拿捏了 真是丢人 他妈被我骂愣了 闹腾了半天 郭文松先回过神来 他奔过去看官萱萱的房间 萱萱不见了 他不禁大害 萱萱是这一家子 要挟我的唯一软肋 父子俩对视一眼 他爸赶紧打电话 找人阻止萱萱离开 可惜 萱萱是乘飞机离开的 飞机是郭家来不及 也没能力阻止的交通工具 我交代南南到机场后 如果去A市 航线来不及 无论什么航线 都要第一时间成绩离开S市 再转飞A市 A市医院 我已经安排好了 郭文松爸爸接了几个电话后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知道控制不了我女儿了 看他泄气的样子 我忍不住大发善心给他充点气 郭老总 你想不到你儿子知道红叶吧 郭文松他爸爸听了 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抬手一个耳光 狠狠扇向郭文松道 逆子 你敢算计你亲爹 一个耳光好像还不足以泄愤 他又劈头盖脸 脸打带踹 郭文松的鼻子流出血来 郭文松妈妈猛地扑过去道 你疯了 把儿子往死里揍 郭文松爸爸一脚踢开他妈道 就是你这个蛇蟹心肠的人 才能养出这么个白眼狼 他妈跌坐在地上 一脸猛逼 郭文松看到被踹倒的老娘 火气也上来了 他骂道 就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还有脸骂我吗 你仗着我老爷的资源发达了 却背着我妈玩花火 还把钱转移给小三 郭文松他爸毫不客气回骂道 你也不过是条豺狼 装什么母子子孝 你早就知道红叶了 却不告诉你妈 不就是为了想关键时刻拿捏我吗 不就是想抓我把柄 多捞好处吗 郭文松他妈突然明白过来了 他猛地从地上窜起来 如下山猛虎般 扑向郭文松他爸 抓闹撕扯 扑付十八般武艺 全使出来了 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他们全然不知 这时已经是现场直播了 在转移走女儿前一刻 儿子断掉了监控 所以郭家人知道我来了 但是并没见到 我把女儿送走了 他们以为我们是破坏掉了监控 却不知道女儿离开后 监控连了直播 郭文松爸爸敏感的身份 小三 凤凰男 转移巨额财产 家暴虐待伤害 如此多buff别家 直播间瞬间涌入了百万人 没有主播的直播间 三个护丝的人就是主演 弹幕全是兴奋而正义的化身 可惜这拳打得偏了一点 当爹的眼睛虽然充血 但是鼻子还是完好的 巾帼不让须眉 这名女战士果然战斗力很强 但是她明显缺乏战斗经验 骂人不够深刻 而且只会挠脸扯头发 手段单一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 断了渣男的钻工具吗 我都替她捉急 天呐 这不是郭总一家吗 妈呀 真看不出来 爱穿旗袍沉迷插花的郭夫人 还这么生猛 小郭总呢 也是虎腹无犬子啊 嘖嘖 拳拳到肉 嘿 谁说连颇老矣 看着虫草喂出来的身体 果然老当义壮 和儿子动起手来 也毫不逊色 直播间实在太热闹了 观众扒出的信息 比我掌握的还多 我端起茶 在镜头照不到的角落 慢慢戳饮 茶是好茶 细是好戏 可是还不够 儿子翻看郭文松电脑记录时 发现他详细寄了他 亲爹给小三的每一笔资产 从口红化妆品 到奢侈品牌定制包包 甚至还有两套大平层一套别墅 他爹青莲自首的形象 不过是硬凹的人设 道貌黯然的面孔 隐藏着一肚子的男道女昌 而他妈 常年受他爸的冷暴力 竟然偷偷养了年轻的小奶狗男模 那照片尺度 真真是亲密无间 真不知道 作为亲儿子 郭文松看到这些照片 是什么感受 看着他们筋疲力竭跌坐在地上 我忍不住 又要给他们喂点心灵鸡汤了 聚会所的男模 果然是帅哈 你一笛识 如狼似虎 特容易满足吧 我说的声音不大 郭文松和他妈的脸色 却突然煞白 郭文松他爸还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 真他妈的是个笨蛋 我把一连串照片 发在了他手机上 中场休息马上结束 战斗立即打响 很快就进入了白日化状态 我就说 人啊 怎么能那么轻易 就妥协不打了呢 还是要有斗争精神 他们打得如此忘我 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不得不刷一下存在感 喂 你们家到底装不装修 不装修我就走了 衣衫蓝绿 鼻青脸肿的三人 突然刹车了 然后一口同声的说 你捣的鬼 我笑笑的说 狗咬狗 你愿怒人捣鬼 我是谁呀 动得了 你们这几个妖孽 他妈又扑过来 就想撕我 嘖嘖 真当我领班是白当的 论文论武 他哪里是我的对手 我扯住他的卷发 光光狂山 一边删一边问他 你记得当初 在我家你是怎么说的吗 欺负我女儿者 任打任骂 我打你冤枉吗 那两个想拉开我 我问 你俩忘记了吉祥数字了 你们俩赶紧互相主动点 不要麻烦我出手 要是让我出手 我当初说的可是认杀认寡 这对父子 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 当爹的想侮辱儿媳妇 当儿子的算计拿捏老子 遮羞不揭开 哪还有什么父子之情 我给了他们一个由头 两人立即互殴起来 下手招招致命 全往对方下三路招呼 还真是奔着段子绝孙去的 这时 郭文松爸爸的手机想了起来 哥 你家闹什么 上热点视频了 快断监控 他爸的脸 煞石变成了猪干色 他瞬间明白 全家射死了 死得透透的 他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价值 归零了 成副数了 断了监控 他的脸扭曲起来 看来他想对我下杀手了 三比一 怎么看我都没有胜算 郭文松他爸 让郭文松控制住我 反身进厨房取刀 可是他提刀出来 先看到的是 受刺激是狂恶的老婆 他尖叫着冲向阳台 大喊着杀人了 事情眼看要败露了 郭文松他爸赶紧扑过去 死死捂住他的嘴 强把他往屋内拖 可是他妈的手 死死抓住阳台栏杆 不肯松开 他爸情急之下 抓住他的头猛撞边墙 粘稠的血 一下子忽住了他保养得体的脸 他彻底昏了过去 他爸分不出身去看管他 四处看了一下 便把他拖进 观寻寻的房间 用铁链锁在床角 我看了一眼像死狗一样 躺在地上的躯体 不知道当初他害别人的时候 是否想到自己 也会落到这个下场 他爸又反身去剪刀 我送他的狗头 在冲突中从茶台上跌落下来 滚到了我脚边 我从容的笑问郭文松 好女婿 你看看这狗是不是死不瞑目 人和狗不同 要学会取舍呀 郭文松他爸反身回来 用刀抵住我 把你拿到的资料都交出来 不然就要了你的命 无论我给不给你资料 你都不会放过我吧 你杀我就不怕法律制裁 哈哈 法律不过是强者的工具 我说你闯入我家行凶 我是正当防卫 谁敢说不是 不过你死了 资料你就带不走了 问题就解决了 说着他一刀捅过来 我侧身一闪 刀锋擦过我的侧腹 鞋染红了我的冬衣 他腹又用刀想捅我 低头却见一个刀尖穿过他胸腔 他吃惊的瞪大眼睛回过头 看见刀柄握在自己儿子郭文松手里 我淡淡说 法律从来都是智者的工具 不是恶魔的工具 郭文松看着我印如道 我这是见义勇为 他爸一下子明白了 可惜明白的太晚了 他倒下去前用尽力气说了两个字 蠢货 他和那个狗头并排躺在一起 一样瞪大双眼 那死不瞑目的样子和狗如出一辙 让郭文松反水捅死自己亲爹 不过是在他爹去取刀时 我说了三句话 你爸罪证确凿 他不死 你全家都得完蛋 你不争取立功 那你即使不是死刑 也是无期 若你爸杀我 你救我就是见义勇为 算是重大立功 郭文松忙着报警 忙着宣扬自己是见义勇为 丝毫没留意到我去到他妈那里了 他妈这时已经苏醒过来了 看到我眼里金光一闪 我就知道他的成长经历 岂是那么容易疯的人 不过是大难临头 他要先一步脱离行则 想得倒挺美 我装作自语道 原来是疯了 不过让人相信自己疯了 我过于敢吃屎了 警察一会就到了 呼啦啦一大圈人 毕竟是死人了 而且死者还是有身份的 警局丝毫不敢怠慢 郭文松作为报警者 颇为沉着地把警察引进门 甚至还有隐隐的得意 警察听取了他的陈述 转而问他受害者在哪里 这时郭文松才发现我不见了 警察冲进我所在的房间 看郭文松的眼神突然就变了 阴暗的房间里躺着两个女人 额头都躺着血 各有一只腿锁在床腿上 一个嘴上有屎是他妈 一个腹部有伤是他岳母 警察问我经过 我哽咽不能成声 我这里是和郭文松截然不同的版本 我说我想念远嫁的女儿来看他 可我没想到女婿一家都是囚禁变态狂 女儿被他们囚禁虐待重伤 我找他们讨说法 却反被他们父子俩囚禁 还威胁我说反抗就要杀害我 我不屈服 他们父子俩一起砍我 冲突中 郭文松父亲捅伤我 郭文松误伤杀死他父亲 看我受伤 郭文松还不放过我 他将我的头撞向茶台 又把我锁到了床腿 他们真是变态的 开锁匠也能证明 他们一家变态囚禁虐待我女儿 警察给郭文松戴手铐的时候 他妈突然回过神来 他拼命喊着他没风 他儿子是被冤枉的 他说那个死女人 是自己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在自所床腿的 我说 一个吃屎的人说的话 还能相信吗 郭文松抢遍说 监控能证明他并没对我下手 反而是他救了我 我笑着说 对 快把监控调出来看看 我笑得开心 因为郭文松忘记了 可以证明 他说的是事实的监控 是被他亲手断掉的 一切证据都证明 我说的才是合理的 纪委调查很快有了结果 郭文松他爸贪污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没收了全部家财 郭文松是贪污受贿共犯 同时犯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等 恕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而郭文松他妈 如愿进了疯人院 他以为动用关系可早日出院 可是我岂会给他机会 我把这个精神病院 变成了直播热点 他们家一时不敢贸然出手救他 我抓紧时间 暗地多次找人 偷偷照顾他 当初说的认杀认寡的誓言 肉体上没有做到 精神上却还是见诺了 他真的疯了 而且因为是五疯子 他尝尽了暴力的滋味 我们进行了民事诉讼 要求加害人赔偿 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郭文松的合法财产 全部属于了我女儿 回到A市 第一时间就去医院见了女儿 我的小软团子特别坚强 康复过程极其痛苦 他说不算什么 可是他有什么错要受这种苦呢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除夕之夜 万家灯火 我们一家团聚 我开了瓶香槟 女儿突然问 妈妈 红叶阿姨来吗 你说什么 我问 香槟平一声喷出的声音 淹没了女儿的话 没什么 女儿说 也好 我不用回答了 女儿还是善良的女儿 我还是个规规矩矩的母亲 全文完 我还是个疾患于你 襠台子的眼督 轻松 小丁 年键 小典 小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